挖掘潛力 激發活力 这次选择做专利 尝试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这个阶层的消费潛力 如果激发出来 就对整个消费的增长 是非常有意义的 帮助太大了 帮我们保护照顾得非常好 一直在信任 促进服务消费 高质量发展 在养老服务方面 医疗服务方面 保健服务方面 都要有更多的攻击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提升这个行业的水平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基本动力 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近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随着各项扩内需 促消费政策发力限效 我国消费需求 延续恢复态势 其中服务消费的表现 尤其亮眼 国务院不久前发布 关于促进服务消费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就服务消费发展 做出系统全面部署 服务消费已经成为 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 它所释放出的活力 正在为经济增长 不断地添加着动力 作为一年中 时间跨度最长的旅游旺季 这个暑期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成为我和服务消费 快速增长 潜力不断释放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 今年1至7月份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2% 增速高于同期 商品零售额4.1个百分点 2023年8月 国家统计局 首次增加发布 服务零售额数据 它包括交通 住宿 餐饮 体育 娱乐 等领域服务活动的零售额 成为反映 我和消费发展动态的 又一个重要指标 从数字上看 去年的服务零售额 增长了20个百分点 比商品零售额快很多 然后我们实际上 也才看到 人均的服务型消费支出 要比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也快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能够反映出来的就是 目前百姓的这种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更多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面更广 服务消费 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 7月30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 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 扩大国内需求 经济政策的着力点 要更多转向惠民生 促消费 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 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 支持文旅 养老 育幼 家政等消费 国务院于8月3日印发的 《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着力提升服务品质 丰富消费场景 优化消费环境 以创新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 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这是我国首次专门就服务消费发展 做出系统全面部署的政策文件 它是一个服务消费领域的 一个顶层设计 它聚焦了从扩大内需 推动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然后提升消费品质 然后以创新激发消费动能 等等这些方面 它其实是把整个的 服务消费的发展 做了一个总体设计 更多的关注的是 服务消费的扩容和体制 扩大内需是现在 稳定地增长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手段 所以服务消费 作为消费的一部分 同时它也是消费升级的方向 中国现在经济人口的结构 就需要在养老服务方面 医疗服务方面 保健服务方面 都要有更多的供给 意见围绕挖掘基础型消费潜力 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增强服务消费动能 优化服务消费环境 强化政策保障六个方面 提出了20项重点任务 支持餐饮住宿 家政服务 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 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 针对养老托育消费 意见提出 大力发展 营发经济 促进智慧健康 养老产业发展 推进公共空间 消费场所 等无障碍建设 今年以来 西安铁路局开醒了多趟 私路号银发旅游专列 发往东北 新疆等地 这些银发旅游专列 将各地分散的景区连点呈现 采取车随人走 夜行日游的开行模式 让银发族一次出行 就能够饱览众多殖民景点 为了方便老年人 这些旅游专列 都进行了适老化安排 在安全检查 卧具整理 餐食供应等方面 进行了认真准备 针对列车 作为50岁以上中老年旅客 我们在列车旅客 上下铺位时 加强安全提示 在检查楼测核 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巡视 同时我们在车厢两端 那端门连接处 设置防击卡 配备应急药箱 小夜灯等备品 让老年旅客 做得舒心 玩得开心 这次选择做专列 也是第一次 尝试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这是我第二次 做这趟专列 这趟专列太适合 我们老年人了 坐着特别的舒服 想坐就坐 想睡就睡 据了解 截至目前 西安铁路局 已累计开行 西安至省内外 不同区域 不同主题的 银发旅游专列 89趟 累计发送旅客 7.8万人次 今年以来 全国多地 开出多趟 银发旅游专列 铁路加旅游的 融合发展 为银发一族 提供了节奏慢 舒适度高 更安全的出行体验 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说 他退休之后 当然希望有一个高质量的退休生活 当然就包括去各个地方去旅游 工作年代 去不了的地方 或者没时间去的地方 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去看看了 这个时候交通设施 通信设施 和其他一些服务设施的跟进 对他们来说当然就非常重要 我觉得有两个数字 非常的值得关注 一个是到2023年底的时候 我们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 过了20% 然后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老龄委测算的 就是我们真正的银发消费那部分 占消费的比重 也能超过20% 那么这两个20% 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 对于我们消费来说 我们说可能两个因素都很关键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金钱 这个阶层的消费潜力 如果激发出来 就对整个消费的增长 是非常有意义的 人口结构变化 蕴含服务消费的创新动能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 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 居民家庭 以育儿养老为主体的 家政服务消费需求 不断攀升 据统计 我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 已超过了3000万人 行业规模超过1.1万亿元 与此同时 家政服务总量供给不足 特别是高质量家政服务供给不足 好阿姨不好找 用不起 留不住 成为当下社会 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痛点 第一个是家政服务人员的素质 亲自不齐 这就需要我们在职业技能的培训方面 要加强 比如相关的职业学校要发展 然后职业道德的培训方面 也要加强 这是一个方面 这是供给方面 另外一个也是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就有些人可能需要家政服务 但是有些人可以供给 但是它可能双方之间的信息不畅通 这就需要我们组织 或者构建一些相关的信息交通的平台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对接起来 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偶合 不让去也要去 在北京市西城区 来自河北廊坊的月嫂董海菊 正在给宝宝唱儿歌读绘本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护理 董海菊都有着专业且系统化的了解 出去让他接触到自然 让宝宝感知凉热 才逗得让他触觉 董海菊的雇主表示 几个月相处下来 他不仅孩子带得好 还教会了一家人不少专业育儿知识 44岁的董海菊 在成为育儿嫂之前 干过餐饮 做过销售 工作一直不稳定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报名参加了河北辅嫂 这一名声工程 从业三年里 他不断参加培训 先后取得育婴失证 母婴护理证 等多个职业证书 成为了一名 持证上岗的家政从业人员 现在他的工作订单 一直排到明年 月收入也已过万 据统计 自2021年以来 河北由人社厅组织培训的 5万多河北辅嫂 已经成为一张 北方知名的劳务品牌 既满足了晶晶市场需求 又拓宽了就业空间 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就是有的这一些个小姑娘 她就会选择从事这个行业 我也问过 我说你这么年轻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 她说就是用咱们最常说的一句话 招养产业 从百姓的生活来说 现在对家政服务的需求 是越来越多 然后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我们也在不断完善 家政服务领域的 比如说这种标准 规范建设 包括让家政服务跟我们的 比如说一个中便民生活圈的建设 做一个有机结合等等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提升这个行业的水平 和更好的满足老百姓 对这个家政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提升家政服务职业化水平 助力家政服务扩容体制 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推动家政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针对家政服务消费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将从扩大服务供给 提升服务质量和优化服务环境 三个方面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发展 下一步稍微将进一步完善 全国家政信用信息平台 加强信用信息共享 扩大家政信用茶服务群体范围 发布家政服务公约 规范各相关方行为 营造良好行业发展环境 服务消费是民生福祉改善 提升的重要支撑 也是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向 这个夏天巴黎奥运会尽管已经落幕 但它引发的体育消费热潮 却持续升温 传过快点 投篮 投 进球 漂亮 都市的商圈里 各类体育场馆和设施正成为标配 在深圳 设置在大厦屋顶的攀岩馆篮球场 不仅租金相对专业场馆更为便宜 宽敞的空间给了市民健身更多的体验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束商场楼内 环绕屋顶一周 打造了一个长450米天空环道 还在商场的两栋建筑之间 以双层开放空间概念 在屋顶打造了步道廊桥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散步 慢跑或打卡拍照 他把空间感利用得很巧妙 然后人们 因为我在上面还看到有人在那边跳绳 而且没有很多绿植 还有灯光的布景 大厦里面非常的水泥 但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和大灾很亲密的接触 对于我们一些实体商业企业 如果它为了引进新的 商业和体育联动的项目 做一些改造 硬件设施方面的改造和升级 我们对于这一类的项目 是会给到一定的专项支持 商圈作为城市消费的重要载体 引入体育运动元素 不仅丰富了消费内容 还创新了消费体验 针对体育消费 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盘活空置场馆场地资源 引导社会力量依法依规 改造旧厂房 仓库 老旧商业设施等 增加体育消费场所 这正是通过创新消费场景 优化服务 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能 这个也反映了我们能够 及时地顺应市场的变化 适应需求的变化 来做一个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么一个方式 有一些包括商业设施的改造 跟比如说 未来的体育消费的增长相结合 还可能促进 比如说商品和服务的有机结合 盘活增量 优化存量 这个都是我们说的 解决我们现在设施不足短板的 这么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当前 我国正处在服务消费 较快增长的阶段 服务消费增速快于商品消费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 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 仍然偏低 仍然有着比较大的 发展空间和潜力 我们还是要把各项政策措施 落到实处 提高供给质量 同时让消费环境变得更好 让大家能够消费 愿意消费 放心消费 为扩大内需 加油添力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